一个无名的蓝芳武术家 身怀绝技 想要占民国的武术之都 天津扬明立万 开中立派 江湖的武行却都还端着架子 把武记尝着业者不传真学 无贯成了赚钱的买卖 师父利用徒弟 徒弟算解师父 拉帮结派 一众七寡 新人要成名 重视一身好功夫 也无法跟整个江湖作对 只能在武林泰斗的指点下 用上不得谈认的方法 暗读陈昌 大家好 今天小语为大家带来的是 武侠功夫电影师父 诚实为南派宗师 为了将自己的永春门派 发扬光大 在辗转南洋13年后 来到中华武术的中心 天津 一心想开武馆 但是天津武林规矩深言 对于一个外人来说 想在天津开武馆立足 挑战非同小可 稍有不慎 心愿无法达成 且姓名也很难保全 于是他第一件事就是 找到周围金门武行 正中的名头老大 郑山奥 三下五除二 便干掉了 郑山奥的几名徒弟 郑山奥见他 还有些功夫 于是约他在天津 最大的奇餐厅见面 天津的武术街 有一个规矩 只要打赢八家武馆 就能在天津开武馆 但至今为止 没有一个人能打过武家 陈氏对自己的身手 很有信心 打过八家对他来说 轻挠了一句 但郑山奥不同意他这么做 到时候一定很多仇家上门 保不起武馆还没开起来 自己的性命就没了 于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收一个徒弟 让徒弟去踢馆 而且徒弟还要是天津人 天津人或天津人 不会把他怎么样 只是徒弟想把武功学会 最快也要三年 陈氏只能听从郑山奥的建议 三年就等三年 吃饭时 陈氏偶遇了在餐厅工作的 一个无媚的天津寡妇 反正还有三年时间等待 在吃过饭之后 他直接找到寡妇 让寡妇做他的媳妇 三年后一起回广州 寡妇也是性情中人 只要钱给到位 他什么都愿意 陈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两人约法三章 一个月配寡妇逛一次街 吃一顿螃蟹 代价就是和陈氏住在贫民窟 得向穷人 毕竟要交徒弟 这种事可不能张扬 否则会招来麻烦 一次在大桥上 因为寡妇太漂亮 遭到牛蒙的调戏 陈氏上前傲话不说 就接过了几个小混混 这一幕正好被一个车夫看到 他被陈氏的武功深深吸引 于是找到陈氏的家中 提出要和他比刀 然而车夫的三脚猫功夫 实在上不了台面 陈氏打他 简直是轻轻松松 但从中也看出了 他的学武天分 于是决定收他当徒弟 其实这也是车夫的目的 他不但想学武 更是寄予着寡妇的美色 从此之后 车夫在陈氏的调教下 业以继日的念功 这天 郑山奥找到陈氏 他又说了一件 天津武术界的潜规则 就是 在徒弟替完八家武馆之后 十九家武馆 会年名推出一人与其决斗 将他打败 而到时候 那个被年名选出的人 就是郑山奥 败者将永远离开天津 而他的师父 却可以留下来开馆 将这些小犬种发扬光大 郑山奥希望 陈氏把交给徒弟的功夫 也交给他 他不想自己 万年不包 最终一战 败在陈氏的徒弟手上 陈氏本来的目的就是开馆 徒弟只是他的旗帜而已 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支开了徒弟 单独把自己的绝招 交给郑山奥 郑山奥也是礼上往来 把天津 已经失传的一种 独门绝技 交给了陈氏 有了这项绝技 徒弟在两年之内 便可以踢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一年之后 车夫也开设他的 第一次踢馆 根据剧情的需求 第一次踢馆 很顺利就拿下了胜利 按照天津的规矩 无论胜败 武馆都要请踢馆者吃饭 这车夫本来就是一副 桀骜不驯的样子 似乎在挑衅着武馆 而他内心 却是在挑衅着 整个天津的武林 大胜之后 车夫很是开心 根本没有把功夫 放在眼里的他 提前离开了宴会 给陈氏和寡妇 还带了螃蟹 一家人吃得 其乐融融 车夫透露 自己喜欢上一个姑娘 跟师娘一样漂亮 第二天 寡妇便去见了这个姑娘 果然很漂亮 寡妇也因此 会心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 车夫来当徒弟 实际上是贪图他的美社 如今有了心上人 自己也就安全了 第二天 陈氏又和郑商奥见了面 把自己的刀法 彻底交给了他 郑商奥很满意 只是静静地等着 和车夫的最后一战 就完事了 不久之后 车夫的第二次踢馆开始 这次的对手 是个穿旗袍的女人 车夫的小混混形态 暴露无依 不断地调戏着对手 得到诚实真传的他 轻而易举 就拿下了这次比赛 不久之后 一个煞爽英尊女人 来到了陈氏家中 她是武林超版手 周馆长 因为决定武行乾坤的 旅中豪杰 她只是前男的目的 就是要知道 车夫已经延续踢了 七家武馆 是不是陈氏的意思 因为车夫已经破坏了 天津的武行规矩 陈氏当然不会承认 表示自己后悔 教他武功 他踢馆是他自己的意思 自己并不想开武馆挣钱 只想和老婆 过清贫且安稳的日子 陈氏说这句话时 演技之精湛 周馆长觉得 他不想说假话 于是放他活着 在周馆长走后 出名的寡妇 立马意识到 娶她 助平民窟 两女人 其实都只是 为陈氏做掩护 让人觉得她 与世无争 接下来 就是要出卖自己的徒弟了 对师父的诚实 很生气 但他没有将寡妇怎么样 可能已经产生感情 他威胁寡妇 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徒弟之后 就让寡妇 离开天津 不要坏了他的好事 他还想拗徒弟 开武馆 弘扬自己的永春呢 可寡妇并不是无情之人 他悄悄找到车夫 提醒他在比武时 稍微发现 一点不对劲 就要逃 命才是最重要的 徒弟根本没有 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他觉得比武是 有公正人的 第二天 车夫正在 心上人的茶滩上喝茶 突然发现 一名车夫的腿 特别白 二话不说 就冲了上去 鼻划了几下 他知道 是仇家上门了 打发了假车夫 心上人 却觉得他欺负 弱势群体 两人大吵一架 车夫心里不爽 与其被人暗算 不如嫌发之人 于是直接找到了 周管长的武管 挑名是来踢管的 有人踢管 周管长自然 无法拒绝 派出自己 最得力的打手迎战 然而一轮比试下来 打手被车夫打得 找不找备 赢了比赛的车夫 还言语轻挑的 挑衅了周管长一番 车夫的横空出世 年提八家武管 这在历史上 是第一次 他的出现 把天津的武林 搅得那叫一个 田翻地覆 严重威胁到周管长的位置 他不得不出面 坐连什么 于是同时 郑山奥 一个姓林的徒弟 来到天津 如今的他是 外省都军的副官 奉命掌管天津 其实他是一个 野心勃勃的人 早就想掌管天津的武行 林副官到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约师傅 郑山奥比武 因为都军没来 所以将比武的过程 拍成片子 寄给都军看就行了 郑山奥不已有他 却不知 林副官招一动了手脚 郑山奥居然败在了 林副官的手上 有了这个片子 林副官接管武行 那是水到渠成 郑山奥被涮紧 心中很是愤闷 但毕竟林副官是他的徒弟 给了他两套巴西的房产 让他去安享晚年 郑山奥虽然不舍 可又无可来何 这天 陈师照常去找郑山奥 可郑山奥却闭门不出 他意识到情况有变 去餐厅找到了寡妇 说郑山奥 很可能已经违背了 当初的约定 要在比武时 对车夫下狠手 车夫可是难得的比武器柴 虽然自己一开始 只是利用他 可在这两年的相处中 或多或少 都产生了一些感情 他不想徒弟出意外 让寡妇收拾东西 带着徒弟一起离开天津 可他还是想得太简单 其实背后还有 更大的一盘棋 陈师刚从餐厅出来 就被周馆长请到了茶楼 周馆长的意思就是 这个脚屎棍车夫 必须死在天津 而陈师则可以留下来 在天津开武馆 这个钱由名副官出 而他却不知 林副官已经带着手下 找到了车夫 车夫正以一级之力 抵挡多人的进攻 虽然打手们都被打趴下了 可车夫也已经受伤 林副官愁准机会 趁他虚要他命 两把匕首狠狠地插入了他的腹部 然后开车带他去了荒郊野外 林副官并不想杀他 在野外将他放了下来 说前面有一家教堂 慢慢走过去 里面有一生可以为他治伤 千万不能走太快 否则匕首会伤及他的肋脏 那可就没命了 治好后离开天津 永远不要回来 车夫本就是个倔强的主 心中不服 林副官说 你要真不怕死 就往天津跑五十步 在林副官几人 达到恢复的时候 车夫果真向着天津方向狂奔 然而没跑几步 就倒地不起 当晚就死在了天津 隔着徒弟的死郡 诚实悲痛与绝 他狠狠地眨烂了 徒弟念我的目装 本想为自己的拳法扬名 却不了王老水居然这么深 他给了寡妇两张去广州的票 并把自己的钱全部给了他 让他在火车站等他 如果自己没来 就一个人离开天津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为自己的徒弟报仇 不久之后 由林副官站住 陈诗的武馆盛达开业 林副官自然也来到了现场 武馆的事情 由周馆长全权负责 周馆长建议 林副官脱下军服 以武士的身份进入武馆 尊重传统 林副官并没有多想 前上的自己所有手下 换了一身衣服 殊不知周馆长的心机之中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么简单 就将自己的家业 和权力全部去拱手 让给林副官 他肯定不服 如果武馆死了一个军人 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只是死了一个普通的习武之人 那就相对简单得多 他已经动了杀心 林副官看来是有去无回了 在武馆内 周馆长一改以前看戏的规矩 改成了看电影 全场灯光熄灭 黑灯瞎火的好办事 可还没等周馆长动手 隐形要为徒弟抱受了诚实 却跳上了台 拿着一把武器 要挑战林副官 徒弟已经踢了八家武馆 他现在要踢第九家 可林副官拒绝了他的挑战 诚实哪管那么多 直接发起了进攻 可这一击却被周馆长 拿身体挡住 周馆长劝他 事情已经发生 就要坦然面对 徒弟死了 无法复活 可立却刻意将永春 发扬光大 那么接下来诚实 放下了武器 想起自己的徒弟 想想自己的遭遇 竟不自觉地落下了眼泪 就在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伙人 闯入暗住了诚实 把一旁的林副官都吓了一跳 周馆长此时走了出来 说诚实就坐在 林副官的旁边 大伙不放心 林副官也有点内疚 开始坦白 车夫并不是自己杀的 逼逼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可就在这时 不知道是谁 跌了一把刀到诚实手里 诚实手起刀落 林副官应声倒地 再也无法醒来 很明显这都是周馆长一手安排好的 解决的林副官 现在就是把杀人凶手陈石 就地正法 然后交给军方处理 也就万事大吉了 凝死前 陈石说自己来到天津这么久 还从没和高手切瘦过 周馆长决定 满足他的遗愿 派了四个高手拿着图龙刀 和他比武 这明显是欺负人 陈石拿你是四大高手的对手 很快便被制服 周馆长刚要上前 接过了他 他用灵机一动说 自己的咏春要绝技了 想在凝死之前 把真功夫交给大家 周馆长也想得到这个真传 于是派了一众小弟 让陈石现场交 在大家坐定之后 陈石却突然冲破木板 逃离了武馆 一时间 全天津的各大武馆 都出人处理 在大街上追杀陈石 陈石边打边退 却被堵在了一个巷子里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陈石也豁出去了 只能凭真功夫杀出一条血路 幸好天津各大武行里的高手 都有江湖道义 他们并没有一多七少 而是一个一个挑战陈石 切磋武艺 还有很多外力的高手 就是听说 天津男的陈石这一号人 纷纷前来向他讨教 陈石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他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兵器和武艺 一怒过关斩将 打败了所有的对手 可他都没有下狠手 全都是颠倒忌止 伤人不伤命 陈石的身手 得到了天津所有武林高手的认可 大家甘拜霞峰 可陈石依然无法留在这里 在突围之后 他矜持跑向了火车站 可一连等了很久 都没有见到寡妇的人 其实寡妇正在飞奔而来的路上 但当他赶到的时候 陈石已经离开 寡妇也被追过了周关长抓住 但他并没有围栏她 而是派人 给回到广州的陈石 送去一封信 信中的大概意思就是 你的媳妇在我手上 识相的话 就永远不要来天津 这个结尾很精妙 陈石的武馆最终没有开张 还被追杀的逃回广州去 毕竟 天津的火炉里 容不下这根柴 你上来耍真的 嚼真的 我们天津云们的志浩 还怎么混 乱局之下 大家都勾结官府 混混日志 你来把水搅混 断了我们的饭碗 那你就活不成 所以这部电影好酒好债 这根本不是功夫片 而是真正的江湖 好了 先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蛇头